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據路透社 色黎 9月29日的消息 東帝文總統奧爾塔說 東帝文在星級外交關係時 沒有與中共討論軍事合作問題 澳洲與印尼可以安心睡覺 因為這個島國不會成為鄰國的安全擔憂 中共在與澳洲鄰近的發展中國家 建立安全聯繫方面日益張揚 這被澳洲政府敲響了警鐘 澳洲軍方最近進行了重組 將注意力重新轉向保護澳洲北部通道上 東帝文總理股斯望和習近平 上個星期在中國會晤期間簽署的 全面戰略框架 涵蓋了農業和基礎設施方面的發展合作 他說這個協議還設定了中國向東帝文 提供資金的可能性 包括政府貸款和商業貸款 現在我們還未從中國獲得任何一筆貸款 將來我們可能會向中國申請貸款 但我們不會接受任何無法管理 不可持續利息過高的貸款 中共官方媒體在9月30日報導說 中共政府和位於澳洲西北大約700公里的東帝文 達成的協議中包括軍事交流 這令澳洲一些政界人士對此表示擔憂 去年中國和澳洲東北方2,000公里外的 所羅門群島簽訂了安全條約 加劇了澳洲政府對北京海軍野心的警惕 但奧爾塔總統說 從未談過任何軍事合作問題 中方也從未提出過這一問題 我們全不會在東帝文引入東盟其他國家 認為會危及東盟中立政策或和平安全的外國勢力 東帝文的目標是在2025年加入東盟 以減少該國高企的貧困率 奧爾塔說 印尼和澳洲以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這些離我們最近的國家 他們可以安然入瑞 東帝文不會成為一個麻煩 不會成為一個令人擔憂的安全問題 東帝文和澳洲開展了廣泛的安全合作 澳洲也是東帝文最大的援助國 坎培拉向東帝文提供軍事和警務顧問以及巡邏艇 到目前為止 我們只是和澳洲有這樣的合作 他提到 一個由中國公司組成的大型代表團 於9月28日抵達東帝文首都帝力 繼續討論石油和天然氣項目的 潛在投資事宜 不過東帝文的主要目標 是和澳洲五德塞德能源公司 確定合資協議 共同開發大日出天然氣項目 澳洲任命了一名特使 推動加快東帝文和五德塞德公司之間的談判 澳爾塔還說 糧食安全是東帝文的一個主要問題 東帝文需要對灌溉和道路進行投資 並提供財政激勵農民生產以養活自己國家的人民 呼籲澳洲向聯合國 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提供資金 以應對氣候變化 比全球小農業帶來的農業挑戰 澳洲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說 澳洲與東帝文的關係 比過去十年的任何時候都更加牢固 澳洲為自己成為東帝文最大的發展和安全夥伴 而感到自豪 有網友諷刺中共說 說謊說到國際上 終於被打臉 共匪離開了謊言 三天就倒閉了 另外 中共的一帶一路倡議 今年進入第十年 而一些國家由此越加沉重的債務負擔 引來對中共是不是以債務陷阱 換取政治利益的懷疑 法國智庫亞洲中心研究報告得出的結果顯示 十年之後陷入債務危機的國家主要在非洲大陸 研究員杜里夫說 中非之間的經濟關係主要體現為主權債務關係 而不是直接投資關係 欠錢的非洲國家處境被動 那些人本來遇上一帶一路倡議 會讓中國與非洲更親近 在政治上有更多一致性 但實際上中國貸款行為過於賀客 對利率和到期日的要求更高 實際上產生了相反的效果 在最近幾年 非洲國家對中共的親和度在降低 和中共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情況在變少 根據路透社報導 美國國務院28日發布的報告說 中共政府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 用在操縱信息 包括通過公開和非公開手段 收購外國媒體的股份 贊助有影響力的網紅 以及達成分銷協議 推廣未貼中共政府標籤的內容 美國這份報告發布的背景是 中國近年來努力擴大 它的政府控制媒體的全球影響力 尤其是在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的時候 北京這個做法引發了爭議 中共領導人一直在努力打擊傳播 中國負面形象的世界媒體 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說 這份報告是用冷戰思維寫的 只是打壓中國 維護美國霸權的又一個工具 中方強烈反對這種做法 美國國務院全球參與中心 援引公開報告 和新獲得政府的信息表示 北京通過拉攏外國政治精英 和記者創建了自己的信息生產系統 並在發展中地區 投資了衛星網絡和數字電視服務 優先考慮中共國家支持的媒體內容 該報告說 中共在海外收集的數據 令北京能夠通過針對 特定的個人和組織 來微調全球審查制度 並且警告說 如果不加控制北京的努力 可能會導致全球言論自由急劇收縮 美國國務院這個報告說 儘管為這場運動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資源 但由於當地媒體和民間社會的抵制 北京在針對民主國家的時候遇到了重大挫折 該報告是根據美國國會授權 詳細說明國家信息操縱情況而編寫的 新聞拍案驚奇的主持人大宇 廖罕說 原來中共說的境外勢力 是指自己在海外進行虛假信息宣傳 9月30日 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領導人 取消了原定的兩個星期休會計劃 回到國會繼續投票 以在政府關門進入倒市計之時 尋求最後一刻的解決方案 參議員要在9月30日下午 就一項為政府提供資金 直至11月17日的持續法案進行投票 該法案包括向烏克蘭提供61億5千萬美元 以及用在救災的60億美元 議長默卡錫在29日晚上提出一項乾淨法案 將對烏克蘭的資助排除在外 默卡錫向記者表示 如果參議院通過一項乾淨持續決議 他可能會提交眾議院審議 或為避免政府關門提供最後一刻的解決方案 政府面臨關門之際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堅持他的計劃 即通過一項為期六個星期的政府撥款法案 為烏克蘭同救災提供資金 參議院定於9月30日中午召開會議 然後投票推進今週較早時公佈的 一項長達79頁的持續決議 決議需要獲得推進所需的60票 而參議員范士丹突然去世 令事情變得複雜 一些共和黨人已經表示他們計劃支持這項立法 包括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默康奈爾 和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副主席赫林斯 默康奈爾警告說 關閉政府在政治上對任何人都沒有幫助 他沒有在政策上取得任何有意義的進展 這給美國人民以及保護我們安全的勇敢的大眾 帶來了不必要的困難 共和黨參議員 格雷厄姆則警告說 如果不做出改善邊境安全的改革 他很難投票支持這項權宜之計 共和黨參議員保羅說 我認為眾議院和參議院唯一能通過的 就是一項乾淨的持續決議 無需向烏克蘭提供資助 麥卡社向記者表示 如果參議院將烏克蘭問題放在首位 並將對烏克蘭的注意力置於美國之上 我認為這可能會造成真正的問題 9月29日 21名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一起投票 否決了眾議院共和黨起草的一項提案 即是在10月31日之前為政府提供資金 但大幅削減國防部、退伍軍人事務部 與國土部以外的聯邦安全支出 華盛頓各地政府機構的員工和公眾 都做出了應對政府停擺影響的準備 史密森學會表示 將會使用去年的現有資金 來保證其博物館和國家動物園 至少在下星期保持開放 9月30日下午 美國眾議院已批准一項臨時撥款法案 以避免政府關門 其中包括救災資金 但不包括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 這項為期45天的決議 是由眾議院的強硬派共和黨同僚 反對之後提出的 還需要得到參議院的批准 然後才能由總統簽署 我們來看看兩岸新聞下面請聽報導 最近中共大外宣突然大港翻牆 與習近平當局大唱反調 難道準備重量 而一條中共二十多年前的規定 就無意指向中共這個數字監獄的似作勇者 一位大陸律師揭露防火牆本屬違法 近日河北城德市一名程序員 因為翻牆工作 被中共公安沒收所得的百多萬人民幣 引發輿論熱議 有光系背景的香港01 28日轉發新加坡聯合早報的文章 內地程序員翻牆罰8萬 科學上網 不應成為選擇性鐵網 同一天還發表文章 《何北城序員翻牆被罰105萬? 這是網絡時代的投機倒把罪嗎?》 親共的新加坡聯合早報 一直被稱為中共的大外宣 沒多久之前聯合早報刊登文章 《問題在經濟 根子在政治》 作者是香港商人 前中國政協委員劉夢鴻 文章向習近平開炮 引發輿論熱議 另外 被網友稱為胡雕盤的胡錫進 這次開始雕習近平 他在一篇評論中說 那個已經不是人家搞我們 而是我們自己放棄網絡時代的 重重機會和可能性 隨後胡錫進的文章被刪 香港01 稱胡錫進不愧是 中國最有國際視野的體制內媒體人 而那文章無意間就說到了一個關鍵問題 中共警方對該程序員罰款 所謂的依據是中共在1997年1998年頒布施行的 《中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 同該規定的實施辦法 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 和他的兒子江綿衡正是防火牆的始作俑者 而這些中共大外宣 剛剛和江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中共這座世界最巨大的防火牆 金屯工程決定在1998年立項於1999年 拍板人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主要負責人包括前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 前公安部部長賈春旺 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斌興等人 以及江澤民的長子江綿衡 是這些人將中共打造成世界最大的數字監獄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和歷史系教授吳國剛 曾經是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 和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 他指出 其實很多大外宣的機構 都是在江湖時代得到重大的利益 他們很多都是江湖時代撥款利養著的 而就在中共十一長假開始 網傳一段從中國大陸傳出的視頻 有網友認為這是假期給大家抱 關於防火牆是否合法 雖然大家都知道 但是能夠被這位何律師說得這麼清楚 通俗易懂 這個視頻在牆內瘋狂擦屏 也屢屢被封殺 我們來聽聽視頻的錄音 推特帳號羅祥發推文說 律師現在認為防火牆不怕被消失 共匪要準備擦牆嗎? 你跟他說道理 他跟你耍流氓 你跟他說法制 他跟你說政治 你跟他說國情 他跟你說國情 他跟你說接軌 你跟他說接軌 他跟你說文化 你跟他說文化 他跟你說孔子 你跟他說孔子 他跟你說老子 你跟他說老子 他就幫你裝孫子 9月30日 杭州亞運會上 中國乒乓球隊遭遇首場敗職 兩大世界冠軍竟然輸給台灣隊 據網易號傳言作品的消息 台灣選手林雲如 和莊智淵的場外指導 是前國乒乓球 南商奧運冠軍 偉關晴光 現在他指導兩位弟子 擊敗中國乒乓球選手 莊智淵曾經是南商領域的王者 2013年世界乒乓球賽的時候 就獲得了該項目的冠軍 連贏國兵組合王麗群和周宇 馬林和郭瑞 不過當時他比現在年輕十歲 而且搭檔也是陳建安 現在年齡越來越大 合作夥伴也換了人 雖然林雲如單打實力 遠遠強於陳建安 但南商卻相對順悉一些 中國隊的梁靜坤和林高遠 已經搭檔了很多年 相互之間的合作比較默契 雖然沒拿過世界冠軍 但對付一般的非主力組合 還是滑滑有餘 所以這場比賽 大家普遍認為 國家乒乓球勝出的概率更大一些 比賽開始後 中國國家乒乓球組合率先發動 在首告就取得了較大的優勢 隨即以11比6不得投籌 很顯然 無論是單板質量 或是配合限屬程度 梁靜坤和林高遠 都比林雲如和莊子淵 要更強一些 除了近台銜接速度以外 台灣組合找不到太多突破對手的點 第二局 梁靜坤和高志遠 繼續保持優勢 一套組合拳下來後 又以11比7再下一成 大比分2比0領先 勝利在望 林雲如和莊子淵還是找不到什麼贏球的辦法 第三局 台灣組合背水一戰 在開局階段成功咬住了比分 關鍵時刻 梁靜坤和林高遠 打得比較保守 結果在領先的情況下 被對方逆轉 隨後以8比11敗北 緊接著第四局 又以6比11崩盤 連續失分 打得比較凌亂 原本可以橫掃的比賽 因為心態出問題 而被拖入決勝局 懸念糾爭 第五局大戰 雙方都已經沒有退路 結果梁靜坤和林高遠 在不斷領先的情況下被逆轉 最終以8比11輸光整場比賽 下方網友葉平指出 太想贏了 結果造成壓力過高 發揮失常 在習主席看來 被台灣打敗 可不是小事啊? 國家兵崩球 有人要被查了 中國人從毛澤東時代 就只有小球在行 現在習近平時代 連小球都玩得越來越差 這不是亡國的徵兆 又是什麼呢?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天新聞 再會!